好 來關心到國會風雲現場 我們要來看到 是在東部交通三法的部分 其中在花東的 這一個高速公路 以及鐵路的部分 現在就說是不是要來 接下來進行闖關 因為現在已經過了 一個月的協商冷凍期了 在今天下午 就會來進行黨團的協商 最快在明天的院會 就可以進行表決了 只是這樣子的提案 現在就被民進黨立委質疑了 他們就說 現在國民黨跟民眾黨 是要打算來聯手強渡關山 因為他們就說了解到 雙方已經討論出一個版本了 而這個版本其實就是 換湯不換藥 跟之前他們認為有爭議的 是差不多的 我們一起來聽 藍白聯手版 換湯不換藥 本質依舊不變 如甲到北京也是如 這兩個 就今天要協商的 這兩大版本 藍白聯手的新版本 依舊逾越了憲法第七十條的規定 好 現在民進黨立委更揚言說 如果藍白聯手之下 要強渡關山的話 他們要促請政院接下來提出覆議 那麼如果真的還是不成的話 釋憲也是他們最後的手段 因為民進黨部分是主張說 在之前交通部就有評估過說 這樣的方案是至愛難刑的 那他們認為這個藍白 現在情緒來提出 這已經是有違憲的疑慮了 而接下來在國民黨立委的部分 他們也是強調說 會尊重協商的結果 只是對於將官的地方交通建設 應該是大家都要一起來推動的 以上就是國會的這些消息